Hello,大家好,我是香妹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吉隆坡千万级的半山别墅 大家知道吗?富豪李嘉诚先生1962年 买下了香港深水弯道79号的半山别墅 仅花了60多万 可如今他的别墅估值是30个亿哦 据说当时的李大富豪也是为了迎娶他的太太 咬牙买下了深水弯道的79号 当时的60多万也是一笔不小的树木 在香港乃至全球半山别墅向来都是财富名利的象征 为啥全世界的顶级豪宅都建在半山之上呢? 首先我们看半山之上植被绿化非常多 风景秀丽,环境清油,空气清新非常易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同样的话我们在山顶半山还能享受宁静的生活环境 没有落势的马路的草闹 再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古人云,富甲半山,山望人丁水望财,山主贵,水主财 多年累积的风水文化呢也告诉我们 一居俱七的风水宝地就需要靠山靠水 传统风水学讲究衣衫面水,俯瞰平原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山水自然风光是最宝贵的生态资源 城市闹市中的生态自然区自然是最稀缺的住宅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半山住宅都会比较昂贵的原因吧 每一栋半山独栋别墅呢都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种生活品味的彰显 今天呢就让我们去看看吉隆坡的稀缺半山别墅 每一栋都独具特色 Let's go 来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豪宅 首先呢这里就是这个豪宅的入户区域 我们大概可以估算可以停四辆车 接着往里走 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可以通向我们的无边际泳池 我们自己私人家的无边际泳池 平时假如说有朋友来待客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开一个泳池party 然后在这边摆一个烧烤台 都是很好的 那假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 喜欢的话可以在这里养一些花花草草 这里就是我们的无边际泳池 自己家的哦 想想平时傍晚的时候 自己在这里游泳 看一下整个城市的风景都是非常漂亮 然后在泳池的旁侧 这个项目还是有电梯的 所以家里的老人上下也非常的方便 接着走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房间 来我们一起去看吧 首先呢 入户的这里就会有一个玄关 然后再来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客厅 整个的调高非常高 非常的大气 哇 哇 超级美的风景 住半山的好处就是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在客厅的后方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吧台 简直是为我们开party量身定制的 这里就是它的干厨房区域了 再进来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圆桌 这个是基本上只有在富豪的家里才会看得到 我们再往里走 这里就是私厨房了 空间非常的大 一英俱全所有要用到的家电都有 双开门的冰箱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女主人都会非常喜欢的 然后在里面呢还有客用的卫生间 都非常好 洗手台 我们接着再去看房间 因为它是半山别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层的采光都非常好 每一间房间的采光光线都非常好 哇哦 我很喜欢这间房间 我们来看一下 左侧 房间足够的宽敞 然后在这边还有我们的衣帽间 景观也非常好 在外面还设有小阳台 可以盘晚的时候去吹吹风 做一做都很好 真的很贴心的设计哦 这个是属于主人房 所以它有两个洗水台 然后还有浴缸 整个面积都非常大 可能相当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一间房吧 记得走 现在我在的位置呢 是在第二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可以用于我们小朋友游玩学习的区域 也可以用于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小聚的区域 非常的有私密性 真的是每一个房间都拥有无敌景观 我们再去看其他房间 这边的话就是为我们小朋友打造的 OK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第三间卧室 整个空间也是非常大 采光也非常好 它这里的每一间卧室呢 都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空间都会非常的足够用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它的第四间卧室 那开发商这里暂时呢 是用于一个会客接待 我们自己的话可以把它改造成自己的卧室 如果家里人多的话 同样这里的风景也是非常好 住在这种半山的地方呢 每天早晨起来的话都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豁然开朗 因为视野足够好 接着去看 再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第五间房间了 可以用作我们家里男主人的书房 也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那这个项目的好处呢 是每一个房间都会有自己的独立的阳台 就在这扇门的后面就是这间房间的阳台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景观 好吧 我们再去 好吧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位置呢 可以15分钟去到 米维尼古中城购物中心 15分钟去到KLCC 然后15到18分钟可以去到三个国际学校 20分钟可以去到高尔夫球场 就是对于富人来说 各项交通便利都非常好 那还有就是这个项目呢 它不仅是可以买这种建好的楼 同样我们也可以自己买地 来盖我们自己想要的建筑风格 等一下呢 我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个山顶的最上面 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豪宅 那同样这个业主呢 就是自己买了地来自己建造的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我就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山顶 这个富豪在建的独栋 那据说呢 这个富豪是买下了两块地自己来建造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 现在还在建造期 但是整个外观看起来都非常的豪华 在一个山顶全部用这种石头堆砌的话 成本也是很高哦 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这种半山豪宅的话 那可以买下地自己来建造 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 找自己喜欢的设计师 好吧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